Hello 大家好 我是今天 我们讲一下火山关底这个里边怎么打 那么正确方法进入火山关底呢 是在这个湖里边 主瞎子破屋的东南角 在这个地方 遇到这个招募者小姑娘拉雅 然后从她那儿得到一个邀请函 这个拉雅的名字是在这儿 招募者拉雅 那么从她那儿有邀请函以后 我们当经过了这个迪可达斯大声量机以后上来 她就会在这个大声量机上来以后的旁边这个台子上出现 然后我们跟她讲话以后 她就会带我们进入到这个火山关底的这个客厅里面 我们在火山关底 但是火山关底这个地方全部是黑的 什么都看不见 所以我们要去拿这个底图 首先先拿这个底图 它这已经有一个路线了 然后我们就顺着这个路线过去 先上这个火山关底 如果之前这个黄金树种子没有拿的话就拿一下 然后从这儿我们往南往下 这地方要小心有很多这个手 跑出来 不用管它 继续往下就行 前面都可以看见了 它就在那儿 所以大手会过来 然后拿到这个地图 继续往前 这有一个磁铺点 那客厅里面 然后上面有一个可以打的人 也可以不打 然后这边上 这个女主人和这个骑士在这 可以跟他说话 说完话以后 这些这些个房间 这个房间里面打开以后 然后这些人 这两个人在这儿 跟他说话 跟他说话 然后 这个第一个房间 我们打开门以后 到这前面它这个地方就开了 然后我们在这儿放一个装一个 装一个灯笼 OK 这个墙开了以后 然后这里面有一些这个 蜗牛蛇 过去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蜗牛蛇 OK 这边打一下这个蜗牛蛇 然后这个里边 嗯 可以过去 过去一下 没事 小心点 这个上面会掉下来 这些蜗牛蛇 这个上面有 好啊 直接跑过去 行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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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一个制作品 这个强打一下 可以开了 然后这个是堕落调香师卡尔曼 试一下这个门应该是打不开的 这个墙也打不开 然后这有一个往下走的楼梯我们下来 这个里边有一个人在那 可以打他也可以不打他 我们可以这样悄悄地走过来就行 这样悄悄地走过来就行了 他要走过来然后就有一个教堂 我们触碰一下磁浮点 OK然后我们想打刚才那个人也可以 这样触碰磁浮点以后我们从这个门里面打他 我们可以从背后扎他一下 然后可以进到这个铁门里面 在铁门里边往外打就打得很简单打死他了 我们总是用最简单的方法 OK 那么现在状态是61级 建议在50级以上60级以上 然后再打火山关底 好我们把这个门打开以后 就真正到了这个火山关底的监狱地带 这个监狱地带 监狱地带 监狱地带这儿出了一个这个蛇 然后就拿一下 打完他以后我们从这个房顶下来 先把这个人扩死 然后这个蛇会过来 OK 打完这个方顶上这个人 我们我们往这个下面跳 这边有这边 OK 这边有这边 OK 跳到这个房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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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房顶上 我们先不走这儿 先走这边 这有几个狗 这个狗会先冲过来 先把每次都是先打狗 还有一只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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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儿有一个这个 赶快往前走 走到这个房顶上 再打不着我们 这有一个断造石榴 然后我们先把回走 好 先不要管这个人 好 我们再回到这个房顶上以后 我们把我们这个 灵灰叫出来 因为我们现在级别太低 打这些人还不够力量 所以呢 把我们这个灵灰叫出来 嗯 那我们从这儿 再来这些东西哈 有关系 我们有个小兵帮忙 就不怕他了 然后赶紧下来 因为上面那个蛇要跳下来了 这边还剩一个人哈 这边还剩一个人哈 那蛇还没跳下来 过来 OK 他过来了 过来 在这个比较宽敞的地方打他哈 要不过来的话 就给他射个剑 咦 他躲得挺厉害 好 没关系练 我們在下面打吧 然後我們這個房頂上還有這幾個人 兩個扔瓶子的人 OK OK 好 然后我们往这边走 从这儿跳下来 OK 然后再从这个房檐 看这个火堆了 然后往下跳 拿到这个锻造石屋以后 赶快从这个铁门里面出来 看他打死以后 我们去打这个人 先捅他一刀 OK 然后再往回跑 我们还是靠这个铁门 好 得到一个打柴刀 然后他这个后面一个门 黄金树圣印记 黄金树圣印记 信仰需要40 才可以用 然后这里面就没什么了 然后这里面还有个东西 我们现在先不打 我们现在先去 我们下一个伺服点 有人想他们 还正好 我可以用这半个伺服点 如果那些个伺服点 WILL IF YOU 那些伺服点 小伺服点 很 对 不 说 不 这些伺服点 不 不 它 不 這門不能從這打開 從這邊進去 好 從這邊跳下來 然後進來以後把這個門打開 這樣我們就可以從這出來進去了 這個地方有些這個 那些就不讓他抓住就行了 這一個 這就不讓他抓住 OK 這就不讓他抓住 好 又不打他了 你去點磁碟 你去點磁碟